那草一這邊可以先大概講解一下就是 草一講他目前的傷勢情況是怎麼樣 我早上了解過後 他目前是背後有兩道傷痕 然後一道傷痕是大概三公分深 然後一道是五公分深 那他也緊急送醫處理了 那醫院這邊他也很迅速的幫他做治療這樣子 對 所以他現在目前的傷勢是 嗯 都已經治療好 都已經包紮完畢 對 包紮完畢 然後 剛不久前應該是在警察局做給務 對 對 然後 待會應該就回去休養了 是 然後在高雄市任府警察局這個部分 他們也很快的去鎖定了范仙 然後並且現在也掌握了范仙的動向 然後剛剛也都在第一時刻都有 來給我們的回覆 然後讓我們知道說這個案件 其實現在審理的過程是非常的順利的 所以真的非常感謝警方 也感謝市政府 真的是謝謝各位的關心跟大馬 對 真的是謝謝各位 好 然後他的整個事情的過程呢 他就是 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他就是在大馬路上的時候 然後遇到了一群人 然後做一些挑釁的動作 然後接著 其中據了解是其中有兩個人拿去一四刀的物品 攻擊性武器 然後從他的背後跟腰部各刺了一刀這樣子 對 那詳細的究竟是什麼刀 其實這些我們都還不曉得 他們的團隊形象一直 不管是在本土 在地方 他們都是非常的帶有歡樂的氣息 所以跟大家是玩成一片的 所以再加上他們自己本身的形象 就是很容易很親民的 所以並不會有任何跟人結怨的部分 那究竟對方是不是喝醉酒或者是什麼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也沒有掌握到 泛賢他的狀態 所以我們沒辦法去代替他回答 對 以前都不認識嗎 和你上任的人 不認識 不認識 對 絕對不認識 所以他來講是 你說是經過酒店門口 還是說他有進去消費 他其實就是在大馬路上 我們還是要再三強調 他是在大馬路上遇到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跟警方那邊的陳述 可能還是我們有需要理清一點的